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意思是 杀人都好像回报教授 你教过我教授 所以我懂得理科功夫 我研究一件 就这样杀死你 没什么艺术 用理科的知识改装一件空气 来杀人 所以我留意这宗新闻 所以今天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你来说吧 虽然一个 不是李宗盛拆了螺丝 不过这样 李宗盛会想结构 如何变化 我就不会想 想如何把它改装 拆了螺丝 变成一把剪 变成两把东西 变成两把东西之后 其实它就变成一支东西 大家都有个手柄 有个利器 然后它就会用东西扎 有个手柄 就好像我们以前中国 你看武俠片那些 那些窗 我都准备了枪的图片 日本那些 我们看看枪是怎样的 不是开枪板的枪 这支枪 如果平时都是战国迷 或者战国无双 真田幸村的版本就是 不过真田幸村 再加了这两个利刃 如果最传统的那些 日本那些武士 或者是步兵 都会用这一种枪 看多一支 这个就是枪头 这个就是它的枪 记住 刚才那把和这一把 都是我找回来的 日本那些武士用的 或者是步兵用的 刺人的枪 就不是 完全是山本龙泰 杀人的那把 但是呢 它就将 挺有创意的 买一把利剪 就将它拆螺丝 就拆开两边 然后就加手柄 就弄了两把 我所知它弄了两把 因为拆开 不拆开不如拆开 有一个是啤 看谁更顺手 他有说是是啤 他真的是是啤 他现在变了两把 他去部署去杀高娃 又说错了 捅一个捅 高娃捅教授 其实他出于什么原因 以及如何去部署 其实先说三本龙泰 刚才也说过这间学校有四千学生 怎么找呢 但其实他现在不是在校生 他其实是一个高娃教授 一个以前的学生 现在他已经28岁了 数回来 他是04年毕业的学生 现在09年 即是他那个时空就是09年 即是杀人的时候就是09年 而他是04年毕业的学生 即是毕业五年后来 回来杀了一个教授 没错 他再重复一次 就是09年1月14日 他就去杀了他 但其实他这把剪刀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其实他在之前那一年 即是08年的8月 应该是 9月 9月买 他在8月决定我要杀这个教授 然后9月他买了那把剪刀 改装 改装 变成那把剪刀 是的 没错 到底他后来有没有说他到底杀教授的过程 我们先不要说原因 稍后再说 他后来认了罪 他有说过他的杀人计划是如何杀教授的 是吗